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练习 这个练习呢 我们新建一个PoA文件 所谓4 长时间不写代码 就突然不知道这个PoA传统 到底要如何去用了 新建个PoA文件都不会建了 fromNompat 或者mp 然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思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import 刚刚说的是我自己 同时保留国家信息 我们现在有两组数据 第一组数据是来自美国的 第二组来自英国的 那每组数据呢我们可以在最开始 第一列的位置或者最后一列的位置 再给它添加一列 添加一列什么呢 国家信息那这国家信息应该怎么保存呢 比如说美国的我们可以把它存为0 那么英国的呢我们可以把它存为1 添加一列全为0的 或者添加一列全为1的 添加好了之后呢我们现在两个数据里面 就有国家信息了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把它按照数值拼接 拼到一起就好了 那么刚刚我们添加水平 添加0添加1那个操作呢 其实是一个水平拼接的过程 我们要把它拼到左边或者右边 对不对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做下这个事情 首先 加载国家数据 那么添加 那么添加 国家 信息 然后呢最后就是 拼接两种数据 做这个事情 那么首先也像之前一样 我们先把 定点和变量 定点和变量 定点和变量的当前目录下的 当前目录下的 当前目录下的 YouTube ViuData 下面的 这个里面 然后这里下面是UK 然后呢我们这里写成UK GB 然后这里不加数据的话呢 就是MP.load 是吗 TiT 对不对 然后USData Data 然后呢 Dinimiter 对不对 然后呢 等于对话 然后 Dtype 对不对 你写个印的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USData 那么 UK Data 就是MP.load TiT 那 UKData 然后Dinimiter 也是一样的 然后Dtype 然后加载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添加国家信息 那么首先给美国的数据添加 那么美国的数据添加的话呢 我们说要在它的左边或者右边 添加一页全为0的或全为1的 那么就得把这一页全为0的全为1的 数据先构造出来 对不对 那么构造 全为0的数据 那构造全为0的数据 这个数据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形状 应该是个什么形状的 全为0的数据 是不是应该和USData它的行数是一样 列数只是一样 那所以说这个地方该怎么写了 该怎么写的这个地方 多少个0 全为0的该怎么创建呀 大家之前 大家刚刚的时候有往后预期吗 有个方法叫NP.zeros NP.zeros创建一个全为0的数据 我们要点shape 这它0表着行对不对 1表示列 就是这么多行 然后1列 对吧 这是构造全为0的 zero data 那么one data once 咱们也是一样去构造全为1的 对不对 那么一个方法就叫once np.once s 那么就是usdata ukdata 然后呢 点shape0 然后呢 这里也是1 这么多行一列 然后呢 我们要拼接了 对吧 就是usdata拼接上 全为0的这一列数组 那么usdata 那就是np.什么stack hstack 对不对 就表示是水平拼接 然后呢 我们把zero lossdata放进去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这里就是usdata 对 那么ukdata呢 也是一样的np.hstack 对吧 然后呢 这里就是one data 相当于我们在英国的数据里面 全部给它添加一列全为1的数据 在美国的数据里面呢 添加一列全为0的数据 对吧 分别添加一列全为0的数据 那么添加完了之后呢 真正的 新的usdata ukdata呢 都有就有一个了 全为0和全为1的 在到最后面的对不对 你烧起来的 参数串少了哈 扫出来的参数 这就是usdata 是吧 是这样子 还是在对的对不对 然后这里是ukdata 然后这是np 叫用的hstack这个方法 对不对 然后下面我们要拼接两种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什么呀 vstart 对不对 数值拼接 那么就拼接上usdata 和ukdata 对不对 那么这是finaldata 等于它 我们在print finaldata finaldata 跑一下程序看一下结果 vstart 啊这里写错了哈 少了个括号 它里面传出一个圆组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这里 我们发现它又变成科学技术法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前面不是已经 不然它变成intel了吗 对不对 为什么变成科学技术法了 有可能问题在哪呢 是不是在pn的时候 可能有些问题啊 usdata 和ukdata 毫无用肯定都是int类型的 那么 但是once和zeros 背定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调用一下方法 ostype 变成int 对不对 那这里也是一样 ostype int 我再来跑一下 直接看一下结果 就相当于把全文0的 全文1的 全文变成了整形 对不对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好了呀 但这个时候变成好的 之后呢 有个问题 全是1的 对不对 这usdata 不见了呀 我们刚刚看到了 我们在ukdata usdata里面放的全文0的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呢 写错了对吧 写两个uk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上面这一部分全文全部是为0的 下面这一部分全文是为1的 在最后1的位置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啊 这个过程呢 是非常简单的 就相当于我们反复的用了多次 hstart和vstart这个事情 然后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呢 如果说我们想要和之前一样 来统计一下全部的美国和英国的数据里面 关于喜欢数 和平等数的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两个放在一起 来进行这个统计 这个时候呢 我们统计的可能更全面一些 那么这是关于这样一个练习 那么学习完这个练习之后呢 在它里面呢 有这样几个方法 刚刚我们也用过 就是首先是创建一个全文0的数组 以及一个创建全文1的数组 大家刚刚可能没有注意 我们也没有打印 所以我们这里用iPad来尝试一下 创建一个全文0的数组 创建一个全文1的数组 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现在 当我提到一个三行四例的数组 大家脑海中有印象吗 一个三行四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并播了numpy 二字np 这个空间想象力呢 可以让它想一下 对不对 np的once 然后呢 我们写个三 二三吧 我们看一下 这是全文1的两行三列 那么如果说这里呢 我们不写once的 我们写zeros 然后也是一样的写个三四 三行四列全文0 就这个样子的 非常快速的能够帮助我们充电 任何一个形状的全文0 或者全文1的数组 而且很多时候呢 我们用它也用的比较多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创建一个对角线我1的 正方形数组 方正 看到没有np.i i是什么意思呀 听过这个词语吗 i for i 不拉的 不拉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np.i 这里只用传一个数字 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方正 它是正方形的 行数和地图是一样的 理解吧 所以我们只用给它传一个数就可以了 传个10 大家可以看一下 10行10列的数组 对角线为1 其他地方全是0 对不对 是不是 这个样子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非常简单的 偶尔也会用到 那么除了刚刚所说的这三个方法之外呢 在南派里面还有这样一个方法 我们知道 前面我们知道 求最大值最小值 对不对 求出当前这一列的最大值 当前这一列的最小值 我们都是可以使用t.max t.min 然后给指定一个 轴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不想要求最大值最小值了 我们想让它求出 最大值在哪个位置 最小值在哪个位置 要做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可以使用np.arg.max 以及arg.min 两个方法 最大值的位置 最小值的位置 我们先给你来看一下 当前呢 我们创建一个数据t等于 我们就这样创建吧 我们就创建一个t等于np.i 4 就是一个四方四列的一个方针 那么我们np.arg.max arg 然后呢 把这个t传进去 axis 指定一个0 表示算的是 行方向上 就是求的每一列的最大值的位置 我们去看一下 第一个位置是0 第二个位置是1 第三个位置是2 第四个位置是3 能看出来吗 当前第一列最大的位置在地0个 第二列最大位置在地1个 第三列最大位置在地2个 第四列最大位置在地3个 对不对 能看出来吧 那么下面呢 我们 把这个t做一些重新的复制 我们把刚刚等于 1的位置呢 让它等于-1 它t就这个样子 变成-1了 对不对 那我们再重新用一下 mp.arg.me 那么把t算进去 axis 让它等于 也是一样的算0 或者算1 算1的话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写的是 每一行的最大值的位置 对不对 是不是 现在方向跟之前方向变了 我们去看一下 最小值的位置 这个地方也是0 最小值第二个 第一 第三个 第四个 对不对 就是这个位置 和这里0123是一样的 对不对 为什么是一样的 因为-1比0小 对不对 我想呢 agmin这个方法 算的是最小值的位置 对不对 最小值的位置 通过它呢 也能够非常快速找出来 偶尔呢 我们如果说 想要找当前这一行 和这一定的最小值 和最大值 我们就可以使用agmin 以及agmax这个方法 那么除了这样几个方法之外呢 还有numpad 才能用的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关于numpad呢 去生成一个随机数 随机数 random 这个模块 在我们的python里面 是有的 它是一个内建的模块 我们要用它 import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么在我们的这样一个pandas里面呢 在我们numpad里面也是有的 我们有个np.random 大家可以看一下 np.random 它也提供了一堆这样的随机的方法 那比如说 np.random 它是干什么呢 创建 从近0 到近n尾的 均匀分布的随机数组 浮连 浮连数 然后呢是从0到1的 中间呢 我们可以给它传参数 比如说 我们给它传一个23 就创建一个两行三列的 随机分布的那样的数组 范围从0到1 每个值是 那这里就这样的概念 随机分布 对不对 什么叫随机分布呢 就是它在每一点的曲值的概率 都是一样的 来看一下这个图 就是它在每一点的曲值 概念都是一样的 就像我们摇骰子一样 假这个骰子是6面 那么随机起到其中任何一面 起到其中任何一个数 0到1到6 任何一个数 概念都是一样的 这表示随机分布 那到时候我们把这个图画出来 跟刚刚一样的 还有random这 random 和刚刚稍微有些区别在什么呢 它是创建一个 比如说我们这写个2跟3 那就两行三列的这样一个 符合正态分布的浮连数 那么平均数值0 标准它是1 标准正态分布 这里就有这样一个概念 一个正态分布和标准正态分布 对不对 那正态分布是什么样的分布呢 就这样一个分布 呈现一个中型 然后呢两头低中间高 左右对称的这样的分布 这是正态分布 后续呢 大家可能看到一些图形 是这个样子的话 就可以理解 它就是一个正态分布了 那么什么是标准正态分布呢 就是当我们把这个图形 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形呢 往往左移 假设这个框是这个图形 我们把它往左移移到哪呢 移到这来 就是把它的正中间的 这条线呢 移到哪呢 移到我们的Y轴上 就这个意思 把它这条线 移动到这个Y轴上来 或者把整个桶移动到Y轴 移动往左移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正中间这个线和Y轴出合 那么这个分布呢 就是一个标准正态分布 那标准正态分布 它的平均数为0 为什么平均数为0呢 因为它往左移之后 正中间那个线呢 在Y轴 是吧 就是平均值为0 标准它为1 这是非常标准的 标准化之后的 那么我们用到比较多了 有个叫RedInt这个方法 它能够帮助我们随机的 产生一个范围的随机正整数 随机整数 并不一定是正的 这个正呢 还是负的 根据我们程序参数来决定的 Random呢 RandomInt 那看一下这个方法 首先这里写 比如说10 20 然后写个形状 比如说4行 5列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能够帮助我们 创建一个4行5列的这样个数组 你们每个数组都是一个整数 这个整数的范围呢 是从10到20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10到20的整数全部都是对不对 这些 然后呢整个数组呢 是一个4行5列的一个数组 看出来了吧 里面数的都是从10到20的对吧 包含10 对不对 但是好像没出现20 我们看一下 没有20对不对 球到20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 我们经常这个方法用的比较多 特别是我们先快速认证一堆数字的时候 可以使用RandomInt 这个方式来 然后呢如果我们使用之前的NPL Arrange 可能就是 它是连续的对吧 我们想要产生一些不连续的 或者没有Green的数字的时候来 我们都可以使用 那快点RandomInt RandomInt 还有什么呢 Uniform Uniform呢 产生具有基因分母的数组 那形状和参数和直接一样 最小值最大值 然后还有形状 和之前RandomInt是一样的 只不过现在呢 它不再是整数了 而再是小数了 对不对 然后还有Normal Normal 这个呢我们用的比较少一些 不用管它 然后后面这个呢 还有这样一个叫做seed 这个方法 seed这个方法比较有意思 它是干什么呢 它是一个随机种子 我们在每一次使用随机方法 去产生随机数字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指定的种子是一样的 那么得到结果呢 也会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新建一个py文件 这个地方是96行 page96 import numpit 是np 那我们np.random.seed 比如说写个10 那么t等于np.random 我们就拿刚刚的randomint来说 randomint 然后那10 0到20的形状是三行四列的这样一个数字 我们print 正常情况下 我们不用它的时候 大家可以发现 每次print这个t 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每次结果都是不一样的 但我们可以在这里加上这个种子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9 17 9 9 17 9 发现了吗 是不是每次都跟之前一样的 这就是数字 每次都跟之前一样的 就很多时候呢 我们使用随机方法 但是我们希望呢 下次的随机得到结果 和上次随机得到结果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在每次随机之前呢 添加一个随机种子 通过随机种子 我们能够达到 效果就是说 在后续的每次随机得到数据的时候呢 得到的结果是和前一次使用相同的这种随机种子 得到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那就比如说之前我们不是画一次天气嘛 那个形状 如果在当时我们使用随机种子的话 那会带来的效果就是 每次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这个形状都是一样的 这个形状都是一样的 不会说 每次形状都不一样 这样大家看到比较乱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可能又有一个问题 那每次随机的结果和之前一样 这个叫随机嘛 对不对 每次随机得到结果和之前还是一样的 这叫随机嘛 其实可以这样理解对吧 因为它第一次是随机的 只不过后面呢 每次和前面结果是一样的 由于第一次是随机的 所以后面每次都可以理解为随机的 对不对 这是关于随机种子这样一个概念 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python自带的python的random里面 也是有random.c的这个方法的 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想在自己的python代码里面 实现得到一个随机的一模一样的一个值的话呢 我们也是可以直接使用random.c的这个方法 设置随机种子 然后呢 后面每次只要是用这个种子 结果都是一样的 那当然呢 还必须是什么呀 在一台电脑上 在我的电脑上 是这个样子 那么换一台电脑 可能它又是新的一个值了 理解吧 这是关于这个numpy生成随机数 那么用到比较多的是seed 以及random的randomint 这两个方法 偶尔还会用到random的uniform 那么刚刚也给大家补充了这样一个 均匀分布 正在分布这两个概念 了解一下就可以 那么在numpy里面呢 还有这样两点需要注意的 就是关于numpy里面的copy和vue 就这个copy和vu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仕图和复制的意思 那么比如说 当我把b复给a的时候 其实ab之间它是会相互影响的 你理解吗 大家看到我平时写代码很少这样去写 很少把一个值复为另外一个值 我要么直接是把b重新复制给b 对不对 不会把b重新复制给c 因为我把b复制给c 所以在说有一天如果我改了b 或者改了c 那么对应的b 或者之前的另外一个c 它都会发生改变 就相当于是什么呀 前考贝 理解吗 如果说我们之前也知道 在我们的列表里面是有这样一种操作的 我们想要对它取反转 或者想要对它取重新复制值 我们可以在中间打个m号一种操作 对不对 这种操作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唯有这种操作 是否这种操作 它是一种切片 它会创建新的对象 A 但是A的数据呢 其实全部是保管在b里面的 如果a里面某个数据只发生变化 b依然也会发生改变 你解吗 这是视图 是这个样子 就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我们使用a对于b 或者使用这种形式的a对于b 冒号这种形式 都是会带来的影响 就是a和b之间会相互影响 a变的b就会变 b变的a也会变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希望在复制的时候 把一个结果 重新在内存里面开变的公间 复制给另外一个值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使用到 叫做copy这个方法 a等于b的copy 那么相当于在对存里面 重新的开变的公间 去保存在b的值 把a指向了这种值 然后这是复制 就是copy 然后这个时候呢 a和b相当于彩式 相互不影响的 这个时候呢 它们相当于是一个清口贝 理解吧 那么前半两种呢 都是可以理解为一个清口贝 但是稍微有个区别就是什么呢 在进行试图的操作的时候呢 其实a的数据呢 是由b来保管的 a的数据是由b来保管的 这个a对b的情况下呢 都是完全不复制 这个是呢 试图操作 这个是复制 那么试图和完全不复制 毫不疑问 会相互影响 那么复制的话呢 就完全相互不影响了 所以后续我们要 来进行这种复制的时候 或者说要传指的时候 复制的时候呢 我们来考虑一下 是否是需要调用一下 叫kobi这个操作 那么还有更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 直接和我上次写的一样 把b重新复制给b 我的b做了一顿操作 这个操作之后呢 把这个结果重新复制给b 那么永远只有一个变量b 对不对 所以又不存在 所有的什么复制呀 什么的什么kobi 还有违诱 这种操作就不存在了 对不对 好 这是这个地方 那么大家下个休息十分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